那跟大家讲一个 今天那个 道果里面的这个要解 道果这里面的这个要解 最重要的 还是放空 不管你修宝贫期 不管你修气 修脉 修明点 不管你怎么样子把五轮七轮全部打开 最终的目的是叫你放空 因为你身体的垃圾实在是太多了 你身体的污秽实在是太多了 就借这个灼火呢 把你身体的这些垃圾全部给它烧掉 就在你的房子里面把它烧掉 但是烧光了你身上的垃圾以后 你就变成一个空污 以这个空污来印证西空 你就能够融入在西空里面 我认为这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解 这个要解就是任意 你千万不要去执着你自己 也不要去执着外面上所有的东西 因为你执着外面所有的东西 你要一执着 你就被绑 你如果执着你自己的身体 你一样被自己的身体绑 所以毕瓦巴讲的这个任意 就是说 放空吧 什么都不在意 让他任意吧 让他自然吧 让他去双印吧 双印也是一个方法 双印也是一个方法 就什么事都没有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你放心好了 中美贸易 大战 跟我们无关了 也跟我们无关了 那哪里地震呢 那个 印尼 印尼地震呢 因为我们也住得很远 我们在西雅图 或者台湾 也跟我们无关了 如果跟我们有关怎么办呢 那就任海啸把我们流到海里去 那就有关了 那有关也等于无关了 因为你流去了 你什么也没有了 房子也没有了 车子没有了 什么东西你 你藏在墙壁里面的私房前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这全部都空了嘛 一流 连你的尸体也流走了啊 连尸体也都流走了 整个村庄都没有了 一立平等啊 如果我现在是住在那个村庄 被流走了 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意见 也没有意见啊 因为该来的就来了 该去的就去 也是任意啊 只是活下来的比较痛苦而已啊 真的走了也没什么 活下来的也应该看开啦 反正活着真好啊 别人都走了啊 对不对 很多人走了你活下来 你也应该高兴了 也是这样子啊 那世界上还有什么事 还有吗 还有吗